HELLO 聊刺激 天天若可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波士尼米亞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也是軍閥2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波士尼米亞人這個文明 最大的特色 城堡時代可以研發化學 這個能力讓他在封建時代可以量產共兵 升到城堡時代變成奴兵之後 化學趕快研發 傷害就可以變成5加3 8點的共兵傷害 非常兇猛 那波士尼米亞人的經濟加成 是有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經濟也不會到太差 到城堡時代之後 這個能力讓他非常的猛 挖金速度非常的有效率 那他在修道雲裡面 也可以研發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 分別是增加老頭的血量 給移動速度 那這兩個科技也會影響到波士尼米亞的說明 所以波士尼米亞的說明 移動速度快 血又多 非常的好用 那後期的波士尼米亞呢 主要是打這個榴彈砲 配上火槍跟槍兵 為主的一個搭配 那只要出這三種冰種 通常對方是很難解的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這邊的文明特色 中國文明特色呢 一開始會多三村 但實際的村民優勢 大概只有一村 至兩村左右 比較厲害的玩家可以到兩村 像是Valance 這種頂尖高手 加上村民術看起來是有點領先 1.5村左右 大概1.5村左右 沒錯 差不多 所以中國這邊沒有到領先兩村的優勢 當然領先還是領先 不管怎麼講 中國這邊的村民術一開始多 還是有用處的 那由於一開始他會斷村的關係 所以中國這個文明 一開始就有織布技術 所以可以在黑暗時代 更早的時間點去開始圍嫁 也不用擔心自己的村民 被對方的弱馬 可抓掉 這一點也是玩中國上的一些細節 可以早點去圍嫁的一個特色 那中國人呢 他後期主要是打這個 中國聯弩 重裝騎士的部分其實也可以打 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也有三級馬凱 而且也有品種 還有跑速 其實都有 肉馬的部分也可以堪用一下 雖然沒有大肉馬 但中國人呢 他的其他東西都是能打的 但他比較需要小心的東西 是對方的投石車 因為中國聯弩這個單位呢 手很短 非常害怕對方的火炮 或投石車單位 那波西米亞有流彈炮 所以這個中國出中國聯弩 可能會有點小小被克制住的感覺 而且波西米亞有戰車 戰車本身也是打工兵的一個單位 對 中國打波西米亞其實算是一個 蠻不好打的文明 真的要打的話 可能要打個什麼 中頭配槍兵之類的 如果這時候是要配槍兵喔 是要防波西米亞的這個 馬爆 然後 自己的投石車可能會被流彈炮給打歪 那槍兵一往上貼的話 還可以解掉對方的馬 也可以解掉對方的流彈炮 當然這個部分 VIPER應該是不會沙沙指出這些單位 應該會配一些什麼火槍啊 或者是配個什麼戰車之類的 所以不管怎麼做 中國要打破西米亞這個文明 本身來說就是一個烈士開局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中國這個文明 感覺上打快攻對這場比賽是更有意義一點的 或許也可以考慮打一個城堡時代的騎士暴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畢竟中國的騎士其實也蠻強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中國這邊會不會打出自己的村民優勢 波西米亞這邊是村民處是來到了20村 兩邊都是升到了封建時代 出了槍兵稍微防守 左邊沒有完全圍死 因為圍大會傷經濟 這個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他這邊是慢慢圍 但也是很乖的喔 沒有在那邊黑暗時代喔 那邊直接想要黑跳城 很乖的先上到封建時代 然後先按著槍兵出來 然後再繼續圍 然後再把自己農田灑出來 然後再升到城堡時代 那為什麼現在黑跳城那麼少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黑跳城很容易失敗 會變成黑跳樓 我們以前的玩家 常常在講這個黑跳城 跳失敗喔 都會把他講成黑跳樓 跳城跳失敗變跳樓了 所以波西米亞人算是一個 比較適合打城堡時代的文明啦 講實在的 所以他黑跳城是很OK的 那MIPER是一個穩健型選手 他不太會去賭這種可能性喔 當然你要打這張地圖 打黑跳城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就是要去賭 賭對方不會爆兵 也不會打強軍士 或是打一個塔弓弓之類的戰術 所以我覺得MIPER這邊的打法 更是比較值得讓大家參考的一個策略 穩健型上層 雖然沒有像黑跳城這麼的有優勢 但至少可以穩穩定的上城堡時代 畢竟這個遊戲喔 人被殺就會死了 你被攻破之後 就沒有後期了 那波西米亞這個文明 是非常適合打後期的 所以什麼文明該打強軍士 什麼文明該打強軍士 或是打Kaino 也可以去判斷一下 那波西米亞 最近有一個比較 著名的餐車戰術 雖然我不太習慣叫他餐車 但我個人認為 餐車戰術這個東西 是有點賭博性質的 因為財神戰術 你只要遇到棒棒落馬 或是強軍士裝甲 裝甲塔 或是塔弓弓 之類的潛壓戰術 基本上餐車戰術就沒救了 所以我覺得餐車戰術是一個 蠻不穩健的打法 當然你賭對了 對方沒有打這些戰術 你上去基本上就屌虐了 這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 長期以來打這個餐車戰術 還能穩低往上爬的話 那你可能是萬中之選的職業選手 非常厲害 每次都可以順利上去 打比賽也用這招 就是一個冠軍了 一定沒有問題 這就是一個概念 像MIPER他們這些選手 他們不太喜歡搞這種 開稿型的戰術 那什麼是開稿型的 就是 會有賭博性質的 這個戰術 我都會把它稱為開稿型 那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喜歡開稿 最主要是因為 可能台灣人賭性堅強吧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你們真的要問我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喜歡 打這些開稿戰術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 但開稿有開稿都好 也不能說開稿完全不好 每個戰術都有他的好壞 但是真的要打比賽 穩定的晉級的話 還是要打一些比較穩健的戰術 像MIPER這樣打 就非常穩健 家裡稍微微一下 3TC開農 然後出老頭頭車開始反擊了 對方打一個直層 不是直層 上層之後打頭車前壓 但是沒有下修道院 還沒有打到最兇的那種 還算可以接受 就頭車工兵騎士 稍微出一些 修道院還沒有往前放 這樣的打法來說 潑西面其實很樂見 對方出頭死車的 待會潑西面這邊有免費的挖金技術 多挖點金 先點下475 救贖思想 就可以去招搶對方的頭死車 進行反擊了 那工兵在前面騷擾的部分 就要趕快用自己的奴兵 或是頭死車 進行反擊會更好 像這邊已經要打進來的情況下 這邊就要趕快圍了 這邊趕快再圍一下 然後拉這個奴炮趕快過來防守 那這邊頭死車過來 待會等到475 可以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去招搶對方頭死車 應該是能成功反擊回去的 那由於中國這樣打的話 強軍是讓自己經濟有點傷 但是他還是很機智的開能 就沒有完全打非常強的那種搶軍式 就是有點虛張聲勢的 打半套的那種 他不做拳套 他想做個半套 半套可能比較省 確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拳套的 拳套的部分的話 比較有果磚一點 我會在那邊畏畏縮縮縮的 要就不要的 要就直接A到底 不然就是 A一下就不A 就像他這樣子喔 做半套的 兩種選擇 雖然聽起來好像在幹話 但是 但是真的打強軍是喔 你還是要判斷一下 對方到底在幹嘛 像看Viper這邊的軍力 非常少 其實有今天的玩家 也會意識到 他已經3TC開弄了 這邊城堡被抓到 不能蓋喔 Viper這邊有點小傷 但中國這邊也沒有打算 要讓他順利蓋起來 把這個奴兵卡在這個位置 偷偷射這邊蓋保村民 還不錯 剩下兩村可以蓋 後車過來 波西米亞這邊砸了一發 沒有砸到後面的九頭掐 沒有砸到 再砸了一發 結果打的是城堡 Viper這邊 閃尿了一下 把村民收了進去 還有老頭 結果老頭這邊也還沒有點下救贖思想 Viper會點嗎 還是我們先來點個 跑速 或是血量 其實都可以喔 如果Viper真的是打一個最穩健的話 這邊待會還是有可能會補 可救贖思想 那如果城堡好的話 就可以考慮打戰車 那戰車的好處是 打工兵很好打 數量夠多的話 騎士也能扁 但是對於投車來說的話 就相當難打了 因為投石車對波西米亞戰車 是有外增上效果的 每打一下都會打大概七十幾例左右 接著三到四下左右 就可以砸掉一台 波西米亞戰車了 所以波西米亞戰車要反制回去的話 也要四到五台左右 甚至六到七八台左右 才可以比較好反制對方的投石車 不管怎麼說 中國這邊要反制戰車來說 都是不太好解的 因為戰車它算是工程系單位 一定要點下救贖思想 才可以著想 那中國這個文明本身是沒有 就除思想這個科技的 所以要解戰車來說 只能有兩種選擇 一個就是爆騎士 一個就是爆投石車 這兩種打法 所以對於這個對決來說 我為什麼會說這個對決 對中國來說非常無力 也有這個原因 那到我後期 如果中國要打騎士爆 波西米亞又有槍兵 那如果打工兵的話 波西米亞又有榴彈炮跟戰車 那如果中國這邊要打步兵的話 波西米亞又有火槍 對不管怎麼說 這一場中國真的是不好打 好 那這邊VIPER 最後還是點下了救贖思想 這就是我說的 VIPER為什麼他會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穩進型的選手 他會打一個很穩的打法 好 這邊老頭招搶建築物 但是現在建築物招搶之後 沒有辦法馬上招搶其他單位 所以沒有辦法招搶到其他的 什麼肉麻工兵都招不到 這算是對於高手來的 來的一個比較嚴重的改動 再也不能用 利用對方的建築物 去招搶對方的單位 因為以前來說 他用老頭招搶工程器製造所 招搶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可以馬上切換到騎士或是工兵 可以瞬間招搶敵方單位 但現在是沒有辦法這樣搞了 變成要重新招搶才可以了 那再來投石車有點在發呆 居然沒有在攻擊 好 戰車數量來到了四台五台 好 投石車可能要再繼續按喔 不然就是按騎士肉麻 但這邊可能不能再按騎士 這個資源量可以升帝王 對 先點個帝王喔 按肉麻可以繼續按沒有關係 但帝王肯定是要先上個 好 這邊有475 哎呦 自滴投石車 Balance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好 那白婆點下了大車陣戰術 那大車陣戰術喔 這個打法會算是 對於Porsimia一個很好的一個科技喔 這個科技是讓自己的火藥單位移動速度提升喔 那我印象中是Porsimia戰車的移動速度也會提升喔 那自己榴彈炮也可以走得更快 還有火槍也是喔 所以Porsimia能打這個戰車配榴彈炮加槍兵喔 也是挺厲害的 那如果真的要打對付大量槍兵跟步兵的話喔 雖然這個一般的火槍還是更優秀一點喔 好 白婆拉了非常多村民出來 開始挖金礦 但是對手中國已經在中間的高地補下了一根城堡 好 這邊肉麻要繞一下 繞一下後面的村民 還有這個老頭 但這邊已經回了起來 可能可以招搶到 拉走有機會嗎 哇 果然被招搶了一隻肉麻 這隻肉麻上高地看一下情況 好 看到上面確實有一根堡 好 這裡升到地龍時代 這個時候他在研發地龍時代時期了 就可以補一個大雪了 剛剛去研發這個化雪 那一升成地龍時代的話 工程器製造所一蓋好 這個火砲就可以第一時間登場 這也是Porsimia 好 城堡實在升級化雪的一個優勢的地方 好 這根堡沒有蓋好 很多的胡思派戰車在左邊 沒有辦法進行潛壓 好 這邊再回頭繼續蓋堡 但是白婆想要硬蓋 這根堡要蓋起來有點困難 對手現在只有50% 但是現在重裝長槍兵出來解圍 這邊搓掉一些肉麻沒有問題 第一時間也把戰車給射掉 後面的努賓射跟村民射得非常快速 來到95%停下來了 但是中國這邊還是把城堡硬蓋好 這邊再拉更多村民過來 硬蓋應該是給蓋得起來 要不要按製暴兵呢 還是按個巨頭 但是這邊按巨型頭實際的話 中國可能會被戰車給點掉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中國要不要繼續按這個巨頭呢 還是要取消呢 波西米亞戰車打巨型頭實際的傷害 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中國 這邊戰車補一下 要補一下巨頭嗎 按了自爆兵 他想了想還是按個自爆兵比較好 巨頭直接往後走 這個戰車直接拉走 沒有機會可以去射到後方巨型頭實際 有點可惜喔 這邊戰車最後還被射掉了兩台 巨頭開拆 但是viper這邊選擇是自爆兵 但是化學已經研發好 這邊可以轉出火炮了 這邊炸了幾發之後 開始產出了增兵技術 現在中國有巨型頭實際的數量優勢 可以補下三級的馬卡 但是波西米亞槍兵出來之後 肉馬攻勢並不是這麼有成效喔 好那目前村民速度是106吋 對上116吋 波西米亞這邊村民的血量 還沒有提升 但是移動速度已經來到1.11了 哇這個移動速度非常快 這是有點下宗教狂熱的能力 只有首推車的話只有0.97 所以宗教狂熱可以讓村民知道 還是一個蠻大的加成 好中國這邊補下了非常多的肉馬 還有弓兵 開始慢慢再轉了出來 也轉了一些中國連弩 viper這邊看到更多的弓兵的話 也可以繼續轉下更多的波西米亞 戰車出啦也是ok的 好那這邊槍兵要守住火炮 但火炮現在打這些奴兵 效果還不是那麼的好 如果有波西米亞戰車的話 就可以正面碾壓囉 好再打個一發 槍兵錯一下 ok 再打個一發 這邊弓兵有點強 波西米亞直接轉出了戰毛兵 也沒有打算跟你打一個全黃金兵種 好這邊轉一些垃圾兵出來 緩解一下經濟上的壓力 好中國這裡補下的話 血跟拇指環 二級攻也補下了 唉唷 結果這邊升級的是強弩啊 還以為他會打諸葛連弩啊 噢酷了 四季帝國裡面沒有諸葛這兩個字 他只有寫連弩兵 那我都習慣了 把他叫成諸葛連弩 好後面有幾隻肉麻繞了進去 當然VIPER馬上補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在家裡做防守 在兩根堡防守的話 基本上肉麻進來也沒有辦法 藏到太多的甜頭 所以待會VIPER就可以專心打正面 就不用太擔心後面被肉麻騷擾的可能性 當然左邊沒有被覆蓋的區域 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好這裡有個連弩兵 预奉城鎮中心 好VIPER這邊點下了 護兵鎧甲 火炮稍微往後打 巨型頭司機不敢架起來 這邊架起來有可能會被拆掉 好肉麻後面往前抓一下 但是只有二攻的肉麻傷害其實有點差強了 因為砍了幾刀之後就被逼退 有砍跟沒砍一樣了 好戰寶兵繼續往前去跟中國的強武兌換 其實也是很賺的 好這邊是巨頭開拆 拆掉了這棟城鎮中心 好這邊肉麻可能要被換掉 好換掉一台 巨頭 哇這個火炮直接砸到了一排的弩兵啊 這個強弩損失了大概五隻左右 好虧 待會升到榴彈炮之後會更誇張 這個落彈範圍更廣 待會被榴彈炮可能就不是五隻的事情了 可能是十隻起跳的問題了 這也是中國打波西米亞一個很難打的問題 你一定要盡可能往前喔 往前有機會貼到火炮 他有可能反打回去喔 當然火炮如果有槍兵防守 肉麻也不好過去打 而且中國也沒有火炮 要嘛就是用巨頭 巨頭架起來反擊一下火炮 但只要一架起來火炮就有機會 又可以點的掉巨型投資機 所以中國真的要對付火炮這個單位是非常難受的 你也沒有印刷技術 你也沒有救贖思想 就算你有印刷技術也沒用 尷尬 好果然想用巨頭架起來打火炮 但是火炮直接被強弩點掉 果然喔 中國去解這個火炮 一定要用套強弩了 強弩一定要往前喔 再往前就有可能被火炮砸或是被戰毛解的可能性喔 VIPER這邊非常聰明 馬上就補下非常多的戰毛兵 往前開坦 坦住了非常多的強弩傷害 好這邊在打一炮 但上方有看到 稍微走位了一下 補掉了火炮傷害 後方槍兵想要幫忙解 解掉了肉麻的傷害 正面的火炮開始來開始攻擊中國的城堡 中國下方也是有少量的兵在騷擾 但是VIPER完全無動於衷 上方有幾隻肉麻直接直擊上方的村民 村民直接被逼了 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看起來VIPER的軍事壓力還是有點大的 中國現在擁有大片的黃金區域 而且有新增了兩棟城堡 上下各一棟 各補了起來 好 目前中國劍狀 上面防守空虛 馬上四台巨頭架了起來 只要能拆掉這根堡 待會肉麻繼續進攻就沒問題了 那VIPER再拆下面沒有時間去管上面 上面可能要拿二三十隻的村民 才有可能修得起來 不然這邊只能修暫時的 火炮這邊再解 沒有三台 兩台的話要打兩人才能解掉 哇 解掉了兩台巨頭 但是第三台應該解掉 好 我們目前看到VIPER這邊有點想要放棄下方的進攻 我們把自己的火炮往上調度一下 可以反攻上面的巨頭 好 這邊槍兵數量來到了二十隻 普及槍兵布置的問題 VIPER目前看起來還是有優勢的 那有優勢的部分 是兵種上跟文明上的優勢 那以現在看控圖的情況下 中國還算OK 沒有太大的失誤出現 打起來還算OK的 我覺得以中國來說是玩得非常好的 如果我是中國的話 現在下方這根城堡應該是沒了 好 上方強奴出去防守 打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槍兵待會要再補一下 後方洛馬直擊後方的火炮 火炮差一刀就可以解掉一台 很可惜啊 好 那第二波洛馬進攻又猜不到任何東西 中國這邊有點難受 其實現在這麼多黃金的情況下 中國可以直接打重裝騎士是沒有問題的 中國馬爆是不可以小看的一個選項 但為什麼他不馬爆呢 因為他覺得打重裝騎士很花錢啊 確實也是很花錢 但是我覺得 你已經在淘金草戰地圖裡面 控制了大半邊的黃金了 該花點錢去投資一下自己的軍事也不錯啊 這俗稱 錢要花在刀口上 中國這邊一直使用弱馬 不轉這個重裝騎士 稍微可惜一點 一隻沒有機會可以點榴彈炮 榴彈炮哇 榴彈炮升級很貴 但是這一波火炮已經打到非常多的強弩 強弩數量一度下降 但是直接硬點後方的火炮 火炮顯然也是掉得非常上速 這裡火炮全送光了 Vipe 呃 Vipe直接撿八百斤 呃 這波有點尷尬 火炮送光 巨頭就無敵 巨頭全部架起來下面的也可以架了吧 都可以往前架了 但是前面沒什麼好打了 就這個射箭場跟軍營 好像也沒必要 不然加起來有可能被槍兵給戳掉 好 結果也是要往前嗎 意識到Vipe目前暫時沒有火炮 偷個建築物 還是想偷一下 OK 中國這邊強弩繼續往前推進 波西米亞這時候點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了老頭的血量 但是火炮一出來又被強弩給點掉 中國這邊強弩點得非常好 第一時間就把火炮點掉 這樣子讓波西米亞的榴彈炮的軍團 潰不成軍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難道中國要逆襲了嗎 有機會喔 但是這波打得很不錯 後面三台巨頭 反制回去 城堡修得有點少 至少20村左右才可以修得回來 這邊修理的村民術有點少 只有少量的11村 可能要拉更多村民來修理才有機會 哇 這邊出來火炮兩台 果然修不回來 11隻太少了 結果巨頭 哇 只打掉一台巨頭 剩下兩台火炮又被強弩再次點掉了 但是vipo已經失去了正面黃金門面的城堡 這樣會很危險喔 那我再挖點石頭 城堡可能往下堵喔 保護這塊金的部分 好 這裡火炮再解掉一台巨頭 不錯 我們這台火炮相當關鍵 中國這裡稍微被打退回去 哇 中國黃金來到了5500 你真的是大 太不會花錢了 那中國這邊是目前是125村 mip也是125村 兩邊的村民處是差不多的 那經濟配置我們稍微看一下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配了非常多的肉 是為了要應付自己出肉馬的需求 那弓兵的部分並沒有出太多 所以木頭配了23 但其實木頭可以配多一點點喔 自己轉衝車阿 或是轉巨頭 會壓力更小一點 甚至也可以轉中頭 但中頭會遇到對方火炮的問題 所以暫時不要轉會比較好 那衝車的部分也是看期況去轉 也是ok的 那我個人還是覺得 轉出動裝騎士 比肉馬的效果更好一點 好 這邊mip在下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防守下方黃金礦區 虛頭再次架了起來 好 戳掉戳掉 全部戳乾淨 後方的戰毛兵 繼續輸出 好 好 mip這邊 來到了 三台火炮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三台火炮 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數字喔 那為什麼是這樣講 是因為三台火炮 可以立刻秒殺一台炸起來的巨型頭死機喔 所以只要三台火炮在的話 中國這邊 就有這個巨頭 被限制的可能性喔 甚至連自己的強弩 都有可能被火炮打到的一個威脅性在 所以波西米亞起手勢喔 就是三火炮 甚至五火炮六火炮也ok 但是最基本喔 已經是要三火炮了 好 左邊的城堡中心可能要被拆掉 這邊用槍兵去防守可能擋不住 左邊三巨頭架起來 正面三台火炮還在繼續往前拆除正面的城堡 後面兩巨頭也在拆得很開心 後面的村民可能修不太回來 右邊城堡掉了 下方的村民有點危險 肉麻也在亂竄 但至少這片木區稍微可以守住喔 上面有點危險 不太確定MIPER要怎麼守住上面喔 上面這個地方一直有弄嘛 不然就是要派槍兵去守 但只靠槍兵的話是擋不住強弩的攻勢的 那中國這邊的策略喔 最好是把MIPER活活餓死喔 當然沒有黃金 打到後期把MIPER的黃金脫乾 就有機會可以逆轉了 畢竟現在自己黃金這麼多 想出都有點困難 但是榴彈炮出來可能就不好說囉 好 現在絕對不能讓MIPER的榴彈炮出來 但是榴彈炮已經在研發當中 那這也是MIPER最後的黃金庫存喔 還有這個食物 如現在跟黃金都是非常吃緊的狀況 好 更多的槍兵直接往前 戳掉追擊火炮的肉麻 肉麻從五台只剩下了四台 被打掉另一台 應該是被打掉兩台喔 後面又補了一台過來 好 MIPER準備要來開除聖上方的城堡了 那強奴的部分繼續給壓力 但戰寶兵扛劍持的效果還是非常好 好 用戰寶兵去打後方強奴 效果非常OK 正面肉麻又再次被戳爆 中國沒有轉出重裝騎士 肉麻繼續噴 好 結果巨頭被中國的巨頭給反制回去 高打低傷害直接秒掉了一台 好 那目前榴彈炮的部分只剩下兩台 剛剛強奴也是順利的解掉了一些 還是用巨頭解的沒有看到 好 這邊有更多榴彈炮走了出來 來 終於升級上去 接賽換Porsimia 玩四季了 OK 解掉了上方的城堡 簡單了 油彈炮中午該怎麼解呢 油彈炮跟火炮完全是不同等級的東西了 哇 殘血 這個弱彈範圍真的太誇張 都已經閃正了 還可以殘血到這樣子 好 這一台榴彈炮有點危險 修得回來嗎 好 可以修 好 來到六台火彈炮 哇靠 後面的槍子11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精彩回放 來 榴彈炮長了一發 好 找了一些 強弩想往前點 再來一發 哇 剩下15隻的強弩 從20幾隻變成15隻 他就打個兩炮 就沒了 這就是中國後期 非常難打裸彈炮的一個原因 人家弱彈範圍這麼廣 閃正也很難躲 好 下方洛馬 騷擾這邊村民 但村民也收村 但是騷擾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正面這一坨要怎麼撿呢 Ryper直接上了高地 建了一根新的城堡 可以繼續續命囉 油彈炮繼續拆除外圍的建築物 好 這邊非常多槍兵往前 後面6台的榴彈炮繼續輸出 哎呦 中了 哇 哇 真的中了 我們來看一下土葵棒 這個榴彈炮砸下去 哇 哇 是我就投了 萊蘭斯還不投 心態很好 畢竟他有6000多黃金 他可能覺得這樣投 就太沒意思了 但這時候不投 好像也沒意思 現在這樣打 可能會一直被 萊蘭斯的榴彈炮給出來秀去的 好 那這裡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掉 萊蘭斯這個陣型呢 好 其實講一個 比較簡單一點的方法 劍兵勇士加重裝騎士 步騎作戰 A過去就完事了 但中國這邊呢 是沒有打算這樣打 還是想要靠自己的強奴去點榴彈炮 那榴彈炮已經up上去了 你要再用 強奴去點 其實是很困難 你可能在入圖之中 就被榴彈炮給 解掉一大堆的強奴了 但現在要轉步兵 3級劍兵勇士還需要5分鐘左右 5分鐘的空艙騎能夠守住嗎 不然把這些黃金全部拿去買肉 高速升上去 用重裝騎士 增取一點時間 也可以考慮的 然後劇情投資機 傳個舞台 在後面 好 等 劍兵勇士跟重裝騎士 全部往前A 然後5巨頭後面開拆 因為看到騎兵過來喔 火砲已經往後撤喔 後面巨頭就有機會了 可以拆掉這根城堡 這是現在中國 唯一而已的方法 好 這邊想要再繼續用肉碼 抓榴彈炮 那榴彈炮不給機會 砸了一發 砸掉了一些肉碼 這要預判肉碼的位置嗎 沒預判到 強奴撞城堡 好 結果 白盆後面突然轉出了戰車 哇 這是什麼 生化轉機械 以星骸的玩家視角來看喔 生化轉機械的話 後面有非常多的火砲 的榴彈炮 唉唷 這邊閃陣 閃得很好 還有一個V陣 直接V才兩邊 躲過榴彈炮的傷害 後面再打個一發 往前走躲掉 但往後走又被打到 好痛 榴彈炮現在隨意打 但是強奴又點到了一些數量 但是榴彈炮實在太高 強奴又是被逼退了後退 好 這時候中國轉出更多的強奴 完全沒有放棄 強奴配肉碼策略 MIP這時候轉出更多的戰車 戰車扛對方的弓兵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戰車打弓兵傷害很高啊 怎麼辦 這邊肉碼打 戰車也沒用 打出了GG 哇 中國這邊出了439隻肉碼 MIP則是出了3武器的槍兵 強奴的部分也是有一次出 但是沒有辦法變成絕地性的關鍵 但老實講喔 中國打破性命啊 以Balance這種強奴打法 在一般天梯上 一般玩家早就投降了 他這個強奴點火炮 已經點了非常多次喔 而且他點的還不是一般玩家的火炮 而是點了VIP的火炮 當然VIP最後是用這個 榴彈炮升級上去呢 慢慢使用榴彈炮 控兵有控跑 然後才慢慢反擊強奴回去 才有機會打出這個逆勝局 不然以一般情況來說 前面被點掉這麼多台火炮 光是前期被點掉4台 800隻就沒有了 而且自己又被控制的情況下 是非常岌岌可為的一件事喔 然後我覺得VIP很關鍵一點的事情 前面出了幾台戰車之後呢 轉出戰毛兵跟槍兵 省下大量黃金 讓黃金呢 可以有讓自己的火炮 升級為榴彈炮的機會 我覺得這也是VIP這場 打得非常好的一個細節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中國拿下食物的勝利 這邊畢竟出肉嘛 本來肉就要多一點 多了贏了1萬4 但是木頭的話 MIP是1萬1左右 黃金部分是輸了大概8000喔 贏了8000 沒有到8000 贏了6500的黃金 卻輸了 卻輸了比賽 那就是世紀帝國很有趣的地方 黃金多的一方不一定會贏喔 那目前看到中國這邊 是0.76的這個戰績喔 那波西米亞是1.31喔 畢竟自己的槍兵戳死非常多的肉嘛 那中國這邊呢 又未來要去打波西米亞的榴彈炮 損失了非常多的肉嘛 那槍兵的部分呢 也是跟榴彈炮互相傷害喔 那損失比來說 一定是中國這邊會損失更多一些的喔 波西米亞這邊都是 比較精銳的部隊喔 雖然槍兵跟戰毛兵來說 不算是非常精銳的 但是至少他們的額外增傷效果 還有戰毛兵扛線的能力喔 扛這些強弩喔 戰純來說 本來就會少一些些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喔 按讚喔 按讚喔